哥吉拉自從被爸媽催婚 已逼身小孩 與家人大吵一架後 夜夜反倒睡不著覺 某天早上當他一覺醒來 卻發現自己動也不能動 全身超級僵硬 什麼?我動不了 關節很僵硬 難道我是鬼要床嗎? 沒關係 我在不怕你們了 看我今天咒語嚇死你們 九天玄女降落 降落 啊竟然沒用 難道我不是九天玄女指定的姊妹嗎? 沒關係 看我的 Oh money money 等著媽妹關節音不差 帶上龍君 事事前來護我 激情龍兵兵 又沒用 看來只能拿出我的今天法寶神器 來對付你了 Finder Gut Please help me 西方的不行 那東方的總可以了吧 求求普沙保護我哦 東西放了都不行的魔法 總可以了吧 Expecto Patronman 欲去無欺從 天啊這鬼怎麼那麼厲害 我還是全身僵硬沒有辦法動他 誰來救救我啊 天亮了 玩太久了 幾分鐘後哥吉拉慢慢門動了 他想下床開門求救 但是他關節太僵硬了 他只能用爬的下床 好不容易爬到門口正要開門時 我的手指怎麼了 怎麼中成這個樣子 到底該怎麼辦 哈囉大家好我是唱歌 歡迎來到唱歌的頻道啦 那我們今天大家看完前面的情境劇 一定覺得姆薩薩 為什麼手指會腫的跟香腸一樣呢 那現在呢我前面剛好有一隻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姿勢 我今天要研究什麼 淋浴展開 沒有啦尷尬尷尬 沒事今天在我旁邊的是這個 佛教正德醫院的風濕免疫科主治醫師 林剛明醫師林醫師 先跟大家找個招呼 大家好 好 好那其實今天請到林醫師 不是要研究領域展開 而是要研究一個鼎鼎大名的 風濕免疫科的疾病 叫做類風濕性關節炎 對類風濕性關節炎 我想全台灣所有人 從小到大 其實應該既熟悉又陌生 因為大家小時候都會讀過 姓林子劉霞女士寫的這個文章 那或者是什麼 印象派的畫家雷諾瓦 他們其實身上都有這個 類風濕性關節炎 然後也都會閱讀到他們說 即使到晚年了很可怕 手指都變形了有沒有 他們還是孜孜不錯寫作繪畫 究竟這是一個怎麼樣可怕的疾病 那我一開始先請林醫師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讓你印象比較深刻 一個整件的一個案例分享 曾經有一位阿姨 她大概是50到60歲左右 然後她因為很多的關節疼痛 她已經求助了很多的醫生 然後都沒有改善 那聽說這個疾病好像跟風濕有關係 所以她就是趕快來醫院來找我 其實你看到她就是走路走得很慢 然後力氣也很不好 手指頭就很明顯的 就是有多關節的腫痛 林醫師剛剛有提到幾個重點 一個是50幾歲的女性 那先請教林醫師 其實是不是以台灣來講是女性 是不是比較容易得類風濕性 確實啊 因為在台灣就是 我常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有10個類風濕性關鍵病人進來 大概就是有8個是女生 然後兩個是男生 大概發病年齡會借在幾歲跟幾歲之間 其實30幾歲以後大概就會有遇到了 甚至到20幾歲都會有 不過平均大概是40到60歲左右的女性是最多的 那林醫師剛剛也講到剛剛那位女士 她其實是多關節都有一個變化 那請林醫師跟我們講解一下 她主要是會影響哪些關節 我讓大家知道一下 其實這個最前端的這一個部分啊 她其實跟我們的退化是比較相對有關係 那有些痛風的患者啊 她也會在有尿酸成績 她也會是這一節 我們叫做最前端的這個指節 是 然後雷鋒絲心關節 其實反而會是在 在這兩個地方是最常見的 所以我們如果看到這個地方 整個手就是很明顯 這症狀啊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姿勢 她不能彎了 那大概就是雷鋒絲心關節 那她也會影響手腕喔 所以你看到患者啊 她這個手啊 哇 她說我沒辦法吹油門 她沒辦法騎摩托車來給你看 你說啊 她這個她就是有問題這樣 那也請教林醫師 就是雷鋒絲心關節 欸 除了如果我們 有這些關節 除了這些問題 可能要特別注意 是不是這個疾病之外 還有沒有哪些 可能特別的一些症狀 要去想到可能是這個疾病 要及早就醫治療 我常會告訴我的患者就是說 其實多關節就應該要想到這個疾病 比如說她一開始是肩膀50肩 如果是手肘了 你王秋肘 最後你手腕 你媽媽手 就算一下 這關節都已經七八個了 就是很典型的類風濕 那也請教林醫師 那針對一個 可能是一個風濕免疫的一個病人的話 通常我們會 做哪些檢查的手段 可能可以幫忙 我們確診是所謂的類風濕性關節炎 求診了之後 我們會幫病人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抽血 那我們抽血最典型的 就是我們會抽發炎指數 我們還要合併抽所謂的 有沒有類風濕性的一些 不正常的抗體 那這些可以幫助我們做一個判斷 讓我們也可以幫病人 照她比較有疼痛的關節 可能是腳 可能是手 主要是去看她有沒有關節的破壞 因為一旦 如果你經過幾個月之後 你沒有規則治療 她關節就會壞掉 就像很像那個手指頭會撞去 然後整個軟骨啊硬骨啊都被破壞了 那就是很典型的類風濕 那剛才林醫師也有提到說 如果這個類風濕性關節沒有去加以控制 常常就是最後會造成一些骨頭關節的破壞 那其實我們在書上有時候都會看到那個 手變形的很嚴重 好像整個都會往小指側去彎曲 然後大家看到那個突變又覺得很可怕 不過好在現在其實也有蠻多先進的治療 可以去讓我們疾病控制的很好 然後讓關節不至於被破壞這樣子 那所以接下來請教林醫師說 那針對類風濕性關節 目前比較常用的治療有哪些方式 就是大家一定會遇到 我們醫生會開給你所謂的消炎止痛藥 那因為這個疾病它是屬於慢性病 所以我們大部分開的消炎止痛藥 是屬於就是比較不會傷腸胃啊 傷肝腎的一些用藥 所以大家在吃消炎止痛藥 它是有等級差別的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除此之外 大多數的醫生會輔助給你一些 低劑量的類固醇 那除非你有一些身體的一些狀況 不能吃類固醇 比如說血糖控制很不好啊 那我們就不會給你吃類固醇 我們就可能就會給你一些 我們叫做免疫調節劑的用藥 那這一類用藥就是 麻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跟我們醫生討論 因為它是控制病情最重要的用藥 也不要因為它的藥帶上的一些作用啊 副作用影響我們給你的一個治療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 如果真的都沒有效 我們還是有最新的用藥 我們叫做這個生物刺激 那這些都是可以跟醫生討論商量的 那總之也幫您一次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內逢食性完結它是一個 逢食免疫科 它是一個自體免疫疾病 所以一定是跟體內的這個免疫系統混亂 是有相關性的 所以其實剛剛您一次講到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治療的一個角色 就是所謂的免疫調節劑 它其實就是 讓你身體一個免疫處於比較平穩的狀況 那這個發炎 這個變形自然而然就會比較改善 那也請教林醫師 剛剛您有提到生物刺激 就是現在算是近五年近十年 大家常常都會聽到 所謂的生物刺激好像是一個很夯的治療名詞 那對於像這類所謂的內逢食性關節治療效果也很好 那請教林醫師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用藥 那它最大的一個特色是什麼 那生物刺激在台灣目前已經也超過十種了 有康夫啊 有打針啊 它就是針對我們這個內逢食 我們知道它是一些不正常的抗體 發生了 然後它去攻擊我們的關節 關節就融起來了 我們人體有很多免疫細胞 它會產生細胞激素 因為用細胞激素互相溝通 那類逢食性關節就是 細胞激素已經過多了 那過多了之後 我們就是要把它抑制住 讓它不要產生 所以在我們科的一些治療 我們都會把這個生物刺激的用藥 稱之為標靶用藥 我們只要把這些過多的細胞激素 給控制下來 它的病情就會穩定了 你的關節腫痛 甚至未來的變形 就全部都被解決了 林醫師 坐在你旁邊的這個小虎 有問題要問你 醫生 我30幾歲我就得病了 我現在懷孕了 懷孕有寶寶 很多藥都不能用 這樣怎麼辦 哈哈 這個 我們在治療懷孕的媽媽很為難 因為 在以前 我們用那些藥 真的都是要很小心醫 因為這些用藥 真的有可能會傷害寶寶 因為免疫調節劑 它有一些用藥 是不可以用在孕婦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個病人 他關節又腫又痛怎麼辦 那很多用藥也控制不住 還好就是後來政府有同意 就是可以早期使用 所謂的生物製劑治療 而且我們有一些生物製劑 它是可以使用在懷孕或哺乳的媽媽 所以現在的這個媽媽 他們都不需要為這個東西困擾了 你就可以接受早期的治療 然後就不會導致後來你的關節會變形 那最後也請林醫師就是提醒一下患者 因為其實當然也是有不少人 他身上有這個疾病 那他可能非常努力的控制 那這類患者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他們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的 可以讓他們疾病可能比較穩定 或者是可以讓這個疾病 比較跟他們和平共處一些 請這個林醫師給大家一些小建議 大部分的醫生都會請你們做幾件事 第一個如果你有牙周病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牙周病給治療好 因為牙周病的病菌 他會影響我們的免疫系統 然後會讓你的類風濕不容易被控制 那第二個如果你有這個抽菸 很多的大型的研究 抽菸會讓我們的類風濕性關節 就是也會控制不好 所以有抽菸的務必要把它戒菸 那此外啊 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會出現混亂 大部分會跟我們的生活作息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我們有罹患這樣的疾病的 務必就是不要熬夜啊 工作壓力 或許很多時候放慢腳步啊 你把這個病情控制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的關節因為會腫會痛 所以我們病人就不愛運動了 他可能甚至連走路也不要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一定要多運動 你要適度的運動 萬一關節腫的時候可能 那個關節不要特別去用力 有時候你長期不運動 你的整個關節啊肌肉啊全部都會退化 所以其實我覺得對觀眾來講 其實應該有一個很重要的關節 就是雖然說類風濕性關節會關節痛 但是適度運動還是很重要 不然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越不動然後肌肉越萎縮越沒力 然後關節對你的影響又更大 OK那今天非常謝謝林醫師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指示 那其實我們在Podcast有聊更長的一集 我們有聊了更多 風濕性關節炎背後的小秘密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收聽 常常跟醫學同事這個Podcast 好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林醫師 那如果對更多醫學知識有興趣 就記得訂閱頻道 之後會有更多有趣精彩的醫學知識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